洪永成太太梁樂妍 去年12月19日 彈下女女洪寶寶Amber 轉眼間Amber出生就快滿100天 Toni和太太以Amber八日宴的名義 舉行一個兒童籌款活動 目標是籌到5萬港幣用於兒童服務 知道這段時間 其實不可以做任何活動 但也要做些事 所以我想了一個籌款活動 現在她兩個月長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但將來我都會跟她說 我會告訴她 因為你的八日宴 就能幫助到有需要的小朋友 還有希望我可以培育她 做善事的心態 她的情況也不會太大改變 所以去到那個時候 都是家人吃一頓飯 又或者如果我有時間 就出去買幾件新衣服給她 因為她現在的衣服就開始穿不了 Toni和Enes這麼有愛心 其實她們只是想做多些善事 替Amber積福 現在Amber兩個多月長 越來越精靈可愛 Toni都說 每天照顧女兒一點都不覺得累 言語間幸福滿寫 現在小朋友很健康成長 差不多有八、九磅 還是十磅 差不多 真不知道 總之越來越重了 她現在兩個月 但是她已經穿差不多四個月的衣服了 就是又肥又高 腳長 像媽媽 那麼她一到晚上就是我和她的時間 就是父女時間 她挺喜歡看我做一些古靈精怪的表情 每次一做她就在那裡偷笑了 這樣就希望她每次做五分鐘左右就笑到累 那她就可以希望慢慢睡著覺了 眼睛慢慢合著合著就真的可以合著了 那她現在每晚就還沒戒到夜奶的 但是都很好 每次都睡到四至五個小時 很感恩 所有事情全部都很健健康康 在這段時間 我可以抱著她 哄她睡覺 唱歌給她聽 講講故事 雖然她聽不明白 陪她玩一下 還有那段時間就很有創意出來 你看著她 看著她 你就會想一下 她將來長大是什麼樣子呢 會認識什麼男生的呢 喜歡什麼性格的人呢 她自己本身性格會不會很難相處的呢 又或者將來我帶她去旅行的時候 她會有什麼看法呢 怎麼跟她聊天呢 很多很多 很開心的畫面就會出現 所以我是很享受 夜晚的時間 無論是多少個小時都好 無論是多累都好 但是那段時間真的 真是很特別的 Tony一家三口日前 還跟好友肖靜男 黃翠魚夫婦 FaceTime 翠魚之後還有鋪上 說Amber是她的契女 稱BB好像棉花糖一樣 很想抱 還說自己差點忍不住 衝去Tony家玩B 不過Tony就留言說 翠魚不可以單方面宣佈 她是Amber契媽 又說自己需要時間考慮一下 相當搞笑 其實因為疫情嚴峻 大家都盡量留家抗疫 Tony一家都少了出門 Inez就拍了很多Amber的生活點滴 和親戚朋友分享 讓大家望梅子渴 我老婆說每天都很忙碌 她要拍很多影片 給很多親戚朋友看 無論是換影片 換衣服 吃東西 就傳到很多不同的群組 無論是香港 海外 因為沒得見 所以就唯有大家看著 那些影片 照片 希望這個疫情快點過 就可以見回多些親戚朋友 作為爸爸媽媽 一定是最擔心的 其實不是自己的 一定是小朋友的 這段時間 所以我們都盡量不出街 如果真的出街 我們就會開車出去遊車河 這就是可能我和我老婆 這段時間做得最多的事 會選哪一個地方風景美一點 我們就會開車去兜風 之後或者哪個沙灘好的 我們就會去逛逛 只可以這樣做 盡量避免和其他人接觸